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应邀座专题发言的西班牙人权律师卡洛斯 直接指控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设计和组织了一整套灭绝成千上万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战略 大会上中共代表两次用粗暴的方式阻止这名律师的发言 但是都没有成功 反而被多国代表指责 请看下报道 西班牙人权律师卡洛斯 在26号的联合国人权会议现场指出 江泽民在1999年4月政治局会议发言中 明确提出了三条严格指示 在民运上搞臭他们 在经济上搞垮他们 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就这样 中国开始了对成千上万无辜人们的抓捕 他们被关紧劳教营 被酷刑和谋杀 卡洛斯同时还表示 前加拿大政府亚太司长大卫乔高 和人权大律师大卫马塔斯所做的 活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 提供了中共抢摘活人器官的线索和可靠证据 卡洛斯发言时 中共代表用手和会议桌上的标示国家名称的牌子 拍打桌子 粗暴无礼的要求 会议主席停止卡洛斯发言 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爱尔兰、捷克、瑞典、德国、挪威、爱沙尼亚、荷兰等十个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 也一再提出对中共做法的不满 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卡洛斯发言 会议主席亨克泽尔先生赞同卡洛斯继续发言 卡洛斯在发言中还指出 欧洲议会主席麦克米兰·斯科特先生和联合国反酷刑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先生 都公开要求国际社会对这类可怕罪行进行调查 这也是自从2006年3月 美国《大纪元时报》首次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权惨剧以来 第四次有非政府组织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 正式公开提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 并首次指控了这一惨剧的始作俑者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现在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这个事情 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关注 各种证据确凿 中共想抵赖也抵赖不了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中共面对这么多年的指控 不能用事实反驳 只对装傻充嫩靠耍横来阻止 很丢脸 时事评论员任百民表示 历史潮流走到今天这一步 中共想党也挡不住 在联合国19号的国际人权讨论会上 法轮功人权代表陈世仲博士 也呼吁联合国 彻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的罪行 陈世仲的发言也被中共代表多次无理打断 不过那天杰克驻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表示 陈世仲的发言是当天最受关注 最受欢迎的发言 另外9月27号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 法轮功团体也打出了制止中共罪恶的横幅 中共外长参加了美国的大会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 追查国际在近期发表的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院奇观证据》专辑 专辑中公开了从中共军队、武警、法院和地方医院人员 所搜集的19个录音取证 汪志远表示 这是由江泽民和周永康统一组织的 涉及到全中国的大规模的一种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 据了解 早在2009年 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裁定 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中共官员 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沁林、武官正等 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元凶 同年 阿根廷最高法院还曾对江泽民及罗干等下达过逮捕令 这些迹象表明 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接受正义审判的日子不远了